趁着国庆廉假 杨振武以县长参选人的身份和立委 也是杨振武竞选团队的主委陈玉珍合体 同时会同金城镇、镇长李承志等人 来到金城东门菜市场 沿途扫街败票 有店家还特地准备往来粽子预祝高中 杨振武、陈玉珍、李承志竞选团队一行人 从东门菜市场出发 沿途和市场的摊贩还有店家肯托 同时了解民情 而除了有支持者到场支持 热情的店家还准备凤梨粽子 让原本就人声鼎沿的东门菜市场一大早就更加热闹 我们到东门市场来扫街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乡亲都非常的乐成 也非常的希望杨县长继续带领着我们 希望金门这个新的年轻的这个中生代可以继续带领金门前进 谢谢大家谢谢乡亲的支持鼓励 玉珍跟郑武会继续努力 陈志继续加油 在受访时杨振武跟陈玉珍纷纷喊出世代交替口号 包括他跟陈玉珍李承志都是在金城菜市场长大的小孩 都是属于金门中生代的从政者 会共同来打招来为金门乡亲服务 我们一路走来都是非常稳定 专注在宪政以及服务上面 但是随着选举日进我们还是会做一切的努力 我们今天所来到的金城 是我跟陈玉珍委员还有李承志镇长 我们三个人都是在金城长大的孩子 所以我们今天三个人一起合体 来到金城最重要的东门菜市场来扫街 来跟我们的这些乡亲来请托 让大家看到金门的中生代团结在一起 让大家看到我们攜手努力 不管是中央地方乡镇 我们攜手努力来为大家来建设跟服务 杨振武 陈玉珍联合扫街拜票 让一早的东门菜市场更加人声鼎沸 也为接下来的选战做好准备